我真的沒有體力吵架 嗓子也不好 然後我的一生氣頭就痛對不對 我覺得跟這種生氣幹什麼 我已經氣到 覺得非常會生氣 但是我沒有辦法再使出那種 所以你覺得40年來 他們有什麼改變 沒有沒有改變 為什麼還不絕望呢 我是絕望啦 當你認識一個男人50年結婚40年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問一下廖老師 你剛剛牌子都覺得超級堅定的 對 讓我們對你的婚姻狀況有一點好奇 還好啦 就是說要怎麼樣 愛就是 堅什麼 堅長久忍耐又有恩慈 對 就是這種的 就是這樣 但是恩慈是一方面給的 一方面沒有什麼恩慈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覺得40年 一定發生了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而且當年你那種爆紅的作家對不對 不歸入油麻菜籍 他身為廖輝英的老公 是不是也很有壓力 很有壓力 剛開始 因為我是一炮而紅的 對 其實我是30多歲才開始轉行 第一次就是懷孕的時候 對 我就剛好工作停掉 因為安胎嘛 對 結果懷孕很不好 所以安胎就看到那個有時報在徵文 所以我就去參加比賽 我也不曉得會得第一名 而且是全部股票通過 所以那個一發表 三天發表的時候 那個導演就來了 文台還沒有什麼人來 好幾個導演就來了 他要買這個拍電影 還要賣那個什麼東西 然後那本書自然就很快的就很消满 因為又連載 然後又拍成電影 又拍成電影 然後電影 然後我又得到金馬獎改編劇本獎 第一次編輯就得 然後又跟著新聞劇去參加 去日本參加台灣第一屆電影賞 然後呢 我第二年不歸入又馬上轟動 那是油麻菜籍只是讓我成名 不歸入讓我家喻復曉 老實講是這樣 整個大紅大字 結果呢電話 那時候沒有手機啊 電話打來 有時候他接著 請問這是廖公館嗎 不是 不舒服 可能我講 我想很多人不是故意的 他就想找廖公館 因為就是廖公館 就很自然 然後他說不是 就把人家掛斷了 氣了 所以他很生氣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已經不是只有一次而已 很多次 就我不知道他們是故意的 還是就是真的是無意的 我也不曉得 這是無意的 所以我就只好說 我要跟你講說 我就有跟他講說 我現在成名了 但是我還是你的太太 該做的事我還是會做 而且我那一段時間做家事 特別的勤快 對他也特別照顧 可是呢他還是很用心 他還是覺得很 很憤怒 很不安 很不平 然後還不能穩定下來 大概兩三年之後才穩定下來 所以你老公真的很傳統 你連去按個膜 我去按摩他還會 就是因為我其實 他好生氣喔 為什麼那麼久沒有去按摩 你知道嗎 按摩也不行喔 因為他覺得說那是黃色的 按摩耶 而且他有一次看到報紙說 有一位退休校長去按摩 被那個 比如說以前有一種什麼 就是也不叫按摩店 就叫什麼理髮廳 可是問你這理髮廳怎麼會按摩呢 可是問題是有真的比較純正的 他說有被 就是報紙的新聞啦 那個按摩是指尖那個退休女校長 退休女校長被指尖過幾次以後 才去告他啦 對 然後那個 那個我老公看到說 你看看 你就是跟這個女校長一樣是 就是人家最大的目標群 因為他們覺得你有點名氣 所以名氣不能 就是不敢有醜聞花生 所以你就很容易受威脅 所以你就會被勒索 所以他說有一陣子 因為你知道嗎 我很討厭 他很喜歡軍隊的團體行動 全家團體行動 小孩子都大了以後 就變成我跟他要團體行動 可是我非常討厭 就是跟著他一起走 等一下再跟你講 為什麼不能講 講這個意思 然後呢 我喜歡自己出去呢 就這裡晃晃那裡晃 我其實什麼事都沒有做 但我街上這樣晃 晃一個小時回家送 因為我就覺得整個晃鬆很多 所以我常常借故出去買東西 那我說我去記個掛號幹什麼 他起先就覺得好 可是我一去大概都 快一個鐘頭才回來 因為我要繞一圈這樣繞回來 我覺得我 我不會被那個壓力 他又要胡思亂想 我會被那個壓力壓死嘛 結果他就 在窗口看我都是往 還是窗口看你 往安和路那個方向走 反方向走就對了 不是 他發現因為這邊不是去遊序啊 他就覺得 我說我對 安和路那個地方去 又要去按摩了嗎 我是不是去按摩了 他就有一次這樣講 我勃然大怒你知道嗎 什麼人敢在房後的爭吵上 發生那個懷疑對不對 我就摔東西罵他嘛 我說你是神經病國 我幹什麼 他說為什麼你出去一個多小時 十分鐘能夠做完的事 你就一個小時 而且都往同一個方向走 而且我去找你就一下子就不見了 不曉得跑到哪裡去了 他超級依賴你耶 對不對 比小亮哥更是 他是控制的 他連一個小時都被控制 他最不一樣他是控制 他是控制 對 我後來氣得半 他要去找他 你以為他以後不會變這麼嚴重嗎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 你在幹嘛 不是 他就問我說 他就問我說 他就跟我講 你要帶我去那個按摩店 指數是哪一個幫你按摩 我本來想說 有這種事 這是什麼神經病 我說如果你要去 我們先到警察局去 我很氣他 因為那天我真的很生氣 我摔的東西 他也摔東西 對 我覺得他簡直像個瘋子 後來他真的說 好 去警察局 我去警 我們去所有人身自由 不是 我去警察局 他先罵警察 你們為什麼都沒有去掃黃 那個一條街道 你真的去警察局啊 對啊 真的去警察局 你要去警察局 要報什麼咧 沒有 我說他要強制我去那邊 他被強制行為 強制行動嘛 對 妨害人身自由 結果警察後來說 好 我們有一個 他說那你這樣 你現在有危險性 那邊滿街都是按摩店耶 對 是到處覺得很危險 我跟你講 你會去就會去 不會去就 我是很誠實的人嘛 我是真的是一條腸子衝到底 他們大概都知道我講話 就是很直的 那我不喜歡 我做的半時 你又來污衊我 我沒有做的事 你又來污衊我 一定很氣被人忘 我連一點自由都沒有 為什麼出去不能走一走走一走呢 我就是不喜歡跟你走 因為我跟他走路的時候 他是往前面一直衝 他完全沒有說 他是一個 我跟他牽著你的手 屁啦 一個走那麼遠 一個 因為他很大部嘛 不是團體行動嗎 沒有啊 團體是用是他走他走 我都走 老師你要克制啊 哎呀 還好 部隊式的團體行動 有一支最 有一支最慘 你這樣會讓他覺得說 才要談到第二對婚姻 就那麼可怕 沒有 有一次 你這樣還給走四十年耶 有一支最慘是怎樣 你知道 他開車到金山 車停在金山 然後就看看那個路牌 他說我們現在從金山到陽明山 那個天籁飯店喝一杯咖啡再下來 他說才幾公里 好像說不到十公里 是十公里以下 我對公里 沒有概念 沒有什麼 我知道十公里是一千公尺 但是十公里到底多遠 而且不知道全部是上坡路 我就想 我就想反正我們 十公里啊 我就想 我們每天都要運動嗎 有時候走一兩個小時 對 就走了 結果他往前一直走 那個山路又有人扮三次 然後車子還有一些 但是行人走的很少 他就一直往前走 走到我看不到他的影子 背影都看不到 然後山是高的 然後常常找不到他 然後我經過一個工廠 看到裡面五隻黑狗 很大的狗 在裡面一直對我叫 那我想門關著沒關係 門鎖著關著 我就趕快走 結果過了一下 他在我後面叫 我想怎麼會門關著 一看不知道誰把門開了 五隻狗全部跑出來 要咬我 然後我就想 我也不敢走 也不敢後退什麼 一個女人在那邊 然後我就叫她的名字 他出來救你了 聽不到 沒有人出來救我 他在很高的山上 你不是一個團隊嗎 團體出去 對 他不知道走到哪裡去 結果一個對面 斜對面有一個老婦人 賣一些小水果 他就說 欸 女人啊 那你媽咬 他人家要教她 然後 他從下面才慢慢走一下 還看得很好笑 然後他就過來 奇怪 狗就走了 就往後推了 然後我條狗根本就是他養的 然後我就很生氣對不對 很生氣我就跟他講說 那時候已經走到快 近天來換店了 我跟他講說 我覺得我們不是 那個太太 別人 第三者都說 我們看起來就不像一起來的 你叫做 叫做跟我一起上陽明山嗎 我在那邊如果被狗咬死 也是就被咬死了 還有什麼 就根本沒有人救我嘛 所以說我現在不跟你上去 我要下去 而且我要自己回家 他以為我在講 我在腹氣而已啦 但是我一轉頭 我真的用跑著下山 跑過那個狗的地方 也跑過去了 然後我就跑到那邊 我就找了一個公路局 還是那種公車 不曉得 反正我就坐上去 我以為又找警察局 沒有啦 不能一天到晚去找警察 然後呢 那個剛好就在我家附近 在附近男人那邊 可以下車的 我就在那邊下車 40分鐘以後 他才打電話來 我一走 他叫我不要走 但是他也沒有出聲說 他只講了一聲說 因為他有點口急 但是口急也沒 口急40分鐘對不對 我就走到那個上車以後 上車再走了5分鐘 他的電話才到 我一看表示40幾分鐘 我在這40分鐘裡面 我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根本沒有在你考慮之內 那我為什麼要理你呢 所以我就走回家 都不接他電話 然後他還很不要臉 打電話給兒子女兒說 你媽媽失蹤了 他找不到我 這個情況還滿特別的 然後回家呢 他先發難跟我大吵一下 他還先跟你吵架 他沒有跟你道歉說 沒有 他說你怎麼可以 自己一個人走 那你有想到人家在山上 怎麼操心嗎 我想我要快月狗咬死 你都沒操心啊 你怎麼會操心我什麼事 我就不理他嘛 我就跟他大罵一場 然後然後你回來 就說好啦好啦就這樣子 已經認識50年結婚40年了 我們這種單身來看 覺得應該老夫老妻嘛 左手右手應該是相處自由自在啊 磨合也磨合過了 沒有 一直沒有磨合好 一直沒有磨合好 50年了還沒有磨合好 那多久 其實在未婚那10年 我們曾經同事3年 可是那3年就是不同部門 也是就只一認識 也不熟啦 然後我後來換公司嘛 那我媽媽那時候 一直不要我結婚啦 因為我後來換了工作 就薪水零很多 媽媽就說婚姻又不好結婚 就現在會 你為什麼要結婚呢 你媽媽那時候跟阿德老師 你應該不認識 媽媽如果女兒很會賺錢 就會換一個思維 對 因為我媽媽跟我爸爸 感情也不好 常常在吵架 所以我媽媽就說 你看你現在每天 穿著這麼漂亮去上班 何必去結婚去伺候人家呢 所以我那10年 其實沒有打算要結婚 而且我那時候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材質 你那時候看他 就是衣服很傲慢那樣子 就是你以為 又有什麼設計 設計得還滿不錯的 講話都是講泛濫文章 跟人家不一樣 你那時候不會覺得 這個人高管 你會覺得這個人很聰明 好特別喔 很聰明 就是你的解讀是不同的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又不常在一起 有時候一斷交 就一年半年的 我們常常斷交啊 就是發現說他好像有別的 才子才女 然後我又覺得 我幹嘛要順你那樣子 因為有時候吵架的時候 他在馬路上就把你丟著 他就一個人要走 那我很生氣 我就搞根性的拿起來 就丟 從後面丟他 四十幾年後 在山上的狀況 其實很類似耶 山上我沒有丟到 連都沒有變的 沒有嗎 山上已經很生氣了 連丟都不要了 結果等到我媽媽 允許我結婚的時候 我已經三十多歲了 那就 然後他就 那就這樣吧 他那時候就剛好求婚嘛 所以就結婚就馬上 也沒有蜜月旅行啊 就馬上下高雄 去做房地產啊 然後非常辛苦 還叫我避孕 我三十幾歲叫我避孕啊 所以我投胎才會 三十四歲才懷投胎嘛 然後懷投胎 所以那個 那個 那個懷孕狀況都很不好嘛 總而言之 我 我破水的 我先破水 然後我要去醫院的時候 我打電話給他 他說 我等一下要開會喔 你還是自己坐計程車去好了 我就自己去生產喔 然後我一直痛痛到 他來的時候在晚上七八點 對 然後他看我怎麼還沒生喔 他就說 為什麼你還沒生 我說就是開三指斑啦 就是開不了啦 然後他就想一想一想 八點鐘就躺在人家那個 產婦代床床上就睡著了 而且憨聲大作 那個婦裡 那個婦子來推他說 先生你不能睡這邊 他死都不起來 睡到第二天一大早才起來 然後看到我還在哼哼哼 他就下來 很生氣的跟我講說 為什麼人家都沒 我都沒有聽到別人在聲音 只有你在哀呢 我就想你睡得像死柱一樣 你聽到誰在哀啊 結果你怎麼知道誰在哀呢 他講話就這種叫翻案文章是不是 不是 這就是 這就是殘忍 我就覺得他沒有體貼 沒有關愛你 沒有幫你 沒有這方面的習慣 這個要產生新生命 要生產的時候是一件 是拼了老命 女人是拼了命在的聲音 他一點那個關愛都沒有 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了吧 三十幾年前的事 我已經講到現在還是 記憶有疾問的 很生氣喔 非常生氣 你有跟他溝通過嗎 溝通過啊 怎麼溝通 我忘記了 好像就吵架溝通嘛 對嘛 你看 後來我就發現 有的時候強強聯手 就是個性無異性候逸 真的是這種夫妻的組合 其實是蠻傷人的 蠻傷感情的 這什麼常常聯手 強強聯手 就兩個個性都很強啦 我個性有很強嗎 不是 就是說 很弱好不好 因為我說 你當時跟他溝通 是怎麼溝通 你說不是 就吵架 就說他惹我 我才會吵啊 對啊 但是他先踩到我的頭啊 踩到腳就算了 踩到腳 踩到頭的時候 我就會很生氣 我就會暴怒 踩到腳你就算了嗎 還是吵到腳以後 你用他比較能夠 接受的方式講 他沒有能夠接受的方式 因為他沒辦法溝通 你要溝通的時候 不用講了 拒絕 拒絕溝通 現在還是這樣 那就是很大男人的 一種冠頭模式 拒絕這樣子說 不用說了 其實是沒有能力去溝通 不是不願意 不好啊 一直都是處於不好的狀態 因為我覺得 他沒有把你當家人 或親人在看待 因為他有幾次就是說 有一次我錄完影 我們約好六點鐘來載我 因為他這個就是 他很喜歡載女兒 載我出來 我只要做什麼時候 他退休以後 他都覺得他有時間 他就一定在 然後他會在 譬如說你跟他說 六點會結束對不對 像我們節目都很準時 但是有的節目 就一拖一兩個小時 他也在那邊等 所以你會覺得說很感激 一開始是很感激很貼心 但是有一次 我們一好六點 我出來的時候 我要去攝影棚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那就在這個原理 他說好六點 我六點出來 六點半沒有人 我打電話沒有人接 或者關機 或者沒接 或者什麼都有 就是不接就對了 然後我等到七點 他跑到他喝開外的地方 就在轉角那個 那個Seven 不在那裡 我就在這個 因為我們就在那個 三角那邊等 等到八點 九點 我等到十點 緊張 真的假的 因為他那時候 他真的很弱 他一點都不強 不是 因為他那幾天 心臟不好 我怕他是中途 到底是怎樣 不知道在哪裡 怎麼樣沒有人知道 所以呢 又 我想管理員也不知道 他停車場在哪裡 我就先回家 然後兒子女兒都在加班 我打電話給兒子 他長什麼 我說要不要去報警 他說媽媽 你鎮定一點 爸爸一定是去哪裡 不會有事情的 你去找警察 警察也不會理你 我就去停車場 他車也不在 那表示他並沒有回來過 我就回家等 他十二點才到家 然後就說 我說你為什麼 不是約了六點嗎 你去哪裡 他說我一直在那邊等啊 我都沒有找到你啊 竟然講這種死話 你知道嗎 我就在那邊 一動都沒有動過 連上廁所都沒有過 他跟我說 他在那邊等我 就是在那裡 你還跟我睜眼說瞎話 然後死不承認他到哪裡 其實我有點不懂耶 就是說 我到那時候還不知道 他去哪裡 你知道我來我講嗎 沒有 到現在還沒走 沒有他走 還沒講 他沒有三四次這種 他走賴皮 那六個小時 他就是賴皮到底 人間蒸發成名 有沒有覺得感情越來越好 我覺得我們挺好的 男生在想什麼 這種狀態 沒有 特別老男人的心態是什麼 好 我告訴你 其實我覺得他不是 衝著你來的 這一套的大男人 都有幾個罐頭模式 比如說 不會跟你溝通 所以呢 可是問題是 實在已經進步到說 大家都已經鼓勵要溝通了嘛 所以可是他還是沒有能力啊 於是他 他就會用最簡便的方式 給你回絕說 你不辦啦 你又又亂了啦 你又又亂了 就是用一個最簡便的方式 把你踢回去 可是他會騙 他根本不在那邊 他騙你說他在那邊 為什麼要騙他 我告訴你 為什麼要騙你 我覺得說 尤其是你老公 我聽著他的例子 我覺得你這個老公就是 是屬於那種 常常會闖禍的人 這所謂闖禍就是 說到突然不見了 這樣的人 又會用這種 賴皮到底的方式 就表示什麼 這種事情 他真的已經沒有招了 他該用的招都用完了 而且他也不知道 怎麼認錯 他已經沒有別的招了 他為什麼不白講 沒有 他沒有能力講 我跟你講 這一套的人 沒有這個能力 就是沒有面子跟你白講 他面子掛不下去 不是針對你 他本身沒有能力 他就是那個觀念下 那個觀念就是說 這種事情不用知道 這是女人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沒有這方面的能力 所以你覺得他可能在幹嘛 女人不用溝通 他一記住 他就長久沒有能力溝通 可是時代已經變了對不對 然後又再加上喔 你又在這個社會上 又比較有地位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會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廖老師 你的另一半也真的很特別 有一次聽說是 你生病他帶你去看醫生 就越看越生氣 沒有 每次我生病 我都會跟他們講 胃好痛 腊癒好痛 他聽 第一聲就開始皺眉頭 第二聲就說 你如果生病了 你要去看醫 你要去跟醫生講 不是跟我講 他如果換一個說 很冰冰的 他如果換一個說 我帶你 陪你去看醫生 就OK了 其實你教了他40年 他不知道女人要的 第一個就安慰嗎 討拍嘛 他好像完全不知道 我也沒有辦法學習 我覺得 奇怪 你應該跟他講40年 你也沒辦法學習 我講過 我跟他講 他就不聽 然後就是說 反正我跟他 我生病就是說 最好自己說 我現在要去看什麼醫生 然後說 昨天不是 前天還是什麼才看的嗎 我說前天看眼睛 前天看別的 所以 你既然不陪我去 我就自己去 然後去看完病 等瓜 有時候很久對不對 那很久 他就打電話 為什麼你那麼久 我說你來看 看幾號吧 然後 然後幾號完畢 他沒有來 我就繞一圈 繞一圈再回去 就覺得比較開心 我覺得他們是絕配 我覺得 真的 為什麼男人 不會表達一些關心的方式 他絕對不關心 不不不 因為他真的不關心你 不是 我幹嘛要表達 因為我表達這麼爛 他也可以接受啊 沒有 他真的沒有關心你 他真的就是沒有關心你 沒有 我跟你講 不是 我跟你講 尤其是你們這一代的喔 的男人喔 我覺得喔 他們認為這樣 這種不關心 是沒有必要的 他們沒有那個概念 沒有這個事情 要關心的概念 就覺得說 反正家人講話 就是讓我們 比如說 你吃飽不飽 一定餓死了 早上叫你吃不吃 活該餓死算了 就是講這樣的話 就表示親人的感情 我覺得他們 已經習慣這樣的方式 你就沒有把自己照顧好了 就是置物詞在家關心 而且你也沒有 他也不會講這個 他只有他什麼時候會罵你 看電視的時候 他就發表他的意見 然後我就會跟他講 我有時候覺得 有時候你也要順著 順著人家的話 捧他一下 就說 對 我說這些人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 台灣就是像你這種人 你就是跟這些人一樣 所以台灣才會這麼亂 好 那如果你跟他講相反的意見 你看你 就是沒有腦筋 沒有姿勢 沒有什麼 幫你罵一堆 後來有一次 我真的被罵了很久 我說對 你就是像國師一樣 但是你為什麼做不到 國師的地步呢 郭文貴老師很難想像 你是會一直被罵的人 我不要吵 因為我吵架 其實我真的沒有體力吵架 嗓子也不好 然後我的一生氣頭就痛對不對 我覺得跟這種生氣幹什麼 我已經氣到 覺得非常會生氣 但是我沒有辦法再使出那種 所以你覺得40年來 他們有什麼改變 沒有沒有改變 為什麼還不絕望呢 我是絕望啦 絕望了嗎 但是只是我現在 所以我現在罵他的時候 我會冷冷的罵他一句 讓他很痛 然後就算了 我就贏了 他沒有感覺 哪一句他最痛 因為有一次他說 我不知道擺一個什麼東西 在我的 在我們客廳 譬如說那個 皮羞之類的 聽說會賺錢 我就跑在那邊 結果呢 他很生氣 他拍桌子說 在我楊家絕對不准 出現這種東西 有人 就是一定要找他的規矩 我說楊家 這個家是完全是 都是你買的 都是你族的吧 你又來了 我說那個皇子是你買的嗎 他就閉嘴了 本來很兇喔 這是我 他還在垂桌子 還講那個 還幾乎要把我甩掉那個 把那個掃掉的樣子 我說怎樣 我們有權力嗎 我們有權力擺嗎 誰的權力比較大 我都這樣 我都這樣